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磁楼的控制面板 在这个控制面板的印刷电路的背面 有一个结层电路 标注为TM1628型号 这颗IC它有什么功能 我们来进行了解一下 直接输入 这个TM 直接输入 我们要代查的这个TM1628搜索 来我们看 这里就有好多个这个型号的 我们直接点开这个TM1628 然后打开它的这个资料 进去 我们看 这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 也就是发光二极光显示器 它广泛应用于智能热水器 微波炉 洗衣机 空调 电磁炉 机顶盒 等电子数码 数码管和LED电子设备当中 这是它的特点 这是它的特点 管角定义 有28位引角 然后呢 下面就是它对应引角的这个管角名称 它的功能作用都在里面了 我们可以打开去进行了解 对于这些LED这个控制阶层电路 我们关键要找到 它的这个电源 电源角 第七角和21角 还有一个接地角 接地角就是28角 25 22 这三个角都是接地角 28角就是最末尾角 我们看最末尾角就是这个小圆点 上面这个角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1 那么对面那个就是最后一个28角了 那么28角是不是接地呢 我们只要用万能表的封名档 来判断它就知道了 我们直接一个表皮搭在 28角上面 然后另外一个表皮呢 搭在这个 接地端 排插的接地端 正确 已经嘟嘟报警 证明了 这个确实是接地角 因为这个 焊盘呢 就是这个排插 上面的这个接地 我们说的GND 这里有英文字母 GND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接地 就是五幅旁边这个 GND 没错 就这样 判定它的接地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 对它 很多 然后 我可以看